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条解放军官的公开信 在推特上被广为流传 那这封信到底写了什么? 是无条件支持党、打台湾、打北约、统治宇宙 还是反对这种侵略他人的行为呢? 马上带大家来读一下这封信的内容 它的军政也一片附上了 我是一名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士官 这个东部战区就是对台的 与你们一样,身为孩子、父亲、兄弟 我与家人拥有同样的血脉和感情 近期我们面临一些复杂的局势 我们可能面临对台湾的战争威胁 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们都是普通人 不愿意为那些在宫里吃香喝辣的上级领导 去冒险、去卖命 我们选择加入解放军 是为了卫国、捍卫和平 但我们初衷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家人 担心受怕 更不愿意让我们的同胞 亲人陷入战乱之中 我们的职责是保家卫国 而非攻击和伤害无辜的生命 我希望无论将来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能保持理智和冷静 我们是守护家园的勇士 而不是为了个别政治利益而牺牲的旗帜 让我们共同呼吁上级领导 让和平的声音传达到每一个角落 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真爱的一切 让我们的子女、父母、妻子和家人都能平平安安 都能和平与幸福 说得很好啊 这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思维对吧 要知道在集权国家当兵啊 这种环境这种封闭的程度 比民主国家的军啊 比民主国家的兵啊 更可怕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还能有正常人的思维真的是难得可贵啊 那就知道恐怕中共目前最大的敌人 在内部 所以秦刚哪去了 解放军对台湾终极武器杀手剑 火箭军司令不见了 火箭军副司令被自A死了 一个国家的军队是要保护国家 保护社会 保护左邻右舍 保护人民被他人侵略 你要站出来保卫家园 对不对 而不是成为圣上侵略他人的工具 当然啦 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没有军队的 你们当的解放军不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是为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主委 军事主席啊 那个圣上 他对国家的解放军有绝对的权利 你们当解放军是不是说 我要爱党我要服从党的领导 接下来才是国家 所以我说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专门成立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 当然啦 现在还是一堆小粉红在网路上搞认知作战 说台湾人抵抗才会变成台独的工具 所以台湾人不应该抵抗 正常人都能分辨出来他在偷换概念 保家卫国不等于主动侵略他人 那换句话说 岳飞也是送毒的工具对不对 还有那些陈天说 你除了会讲中国你还会干嘛 没错 就好比岳飞啊 陈天抗金 你除了抗金你还会干嘛 文天祥啊 陈天抗蒙古 你除了抗蒙古你还会干嘛 沈柏阳的这一篇就说得非常好 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认为居住正义是重要的议题 点点点点点 同样的交通安全也是 我不认为想要讨论交通安全的人 只会专注在一个议题而已 但每个人的能量有限 所以大概只能选择一到两个最关注的议题来耕耘 但不代表关心交通安全的人 不关心例如环境 阶级 性别等议题 大家有自己关心的议题 然后平时互相支援 本来就是NGO的常态 但有一小群人明明知道研究 中国就要耗掉多少能量 一天到晚只会留言说 你就只会讨论中国 除了抗中也会干什么 我真心为这些人感到悲哀啊 这篇就说得很好嘛 所以岳飞除了抗进他还会干嘛 所以他现在还被拱为大英雄 你们都知道什么啦 莫娜鲁道除了抗日他还会干嘛 莫娜鲁道怎么啦 来你现在发这篇文章在台湾的社会 来给你发出来 而通常会说出这种话的人 都是认为你说中国的议题 会影响到他们支持的人或党 那这就非常奇怪了 都说反共反共 你们也说你们反共 他们也说他们反共 我们也说我们反共 但当我们在做中国议题的时候 你会认为会影响到你支持的人与党 但他也反共 你不觉得很奇怪了吗 而最近中国不是要在7月28号的 成都举办成都大运会吗 那网路上就流传一篇 要号召成都的白纸革命运动 希望借由这次的国际媒体力量 再次集结抗议中共 抗议圣上 让国际再次看到中国人民的声音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篇内容 为了抗议圣上的倒行逆施 贪污腐败 我们将在成都大运会期间 举办快闪抗议活动 为了所有抗议成员的安危 以下几点取之一 不要透露个人讯息 包括回帖、电报、推特等 二、不要联系任何线上认识的人 共同进行 即使线上商讨一共行动 不要告知具体时间和地点 对方有可能是黑皮 网路警察 三、在参见快闪活动前 清理掉电脑手机里的敏感内容 防止黑皮搜查 四、快闪现场携带的白纸 不要只带一张 带大量白纸 如果黑皮问就说有用 理由自己编别全都一样 也可以以遗弃一些白纸供给他人使用 现场自己不要拍照 除非你在只拍照 不参与快闪活动 拍照和参与快闪活动的人 必须分开 预防黑皮追踪 这个活动没有组织者 全是原子化的抗议 圣上独裁一天 抗议一天 欢迎各种反圣上的团队 参加抗议活动 即使你是党员 我也很欢迎 我们知道有很多中共的党员 也是反圣上的独裁 反圣上独裁是我们最大的公共约束 不需要雇佣者 我们需要一场接着一场 线上线下快闪 独裁者不下台 抗议不停歇 大家在线下抗议的时候 请用二次元替代肾上 聊天的时候也说 我喜欢二次元常上B站 经常在上面一键三连 避免被变异发现 体内的同志已透露 届时会有大量的变异 抗议者也在做准备 核酸已经被推翻 现在目标是肾上 如果你无法参加成都的线下快闪活动 请在线上帮忙推波破散 让全世界都知道 有人在反抗圣上的独裁活动 我认为7月28号前后这几天 成功举办白纸运动的机会非常低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 中共肯定加强维稳与控制 不然就是像去年二十大那样 当时推特上就流传出一篇 要打倒圣上的文章 结果二十大期间 只有红宅舟一个人 成了四通条勇士 估计这次即便有人 应该也会非常的少 当然我非常希望大家可以用行动来打脸我 我也希望这次能够多铁人去抗议 可惜我观察的结果 得出的结论是并不会的 因为这种风险很大 而且换不到任何权益 权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即便在去年十一月白纸运动中 人民遭受了三年的特色管理 全中国各地加起来响应的人 万人不到吧 而我看到还是很多台湾媒体会觉得 是白纸运动猝死了中共放开 错了中共本来就该放开 有体制内的人在抗议 去带线下的白纸运动 你们为什么会弄民主国家的思维 去看中国 中国现在要推翻身上 必须有一个红二红三出来带 即便有红二红三出来带 也是非常的艰难 要有军二军三出来带 才更有可能 因为它是极权国家 你弄民主国家的运动 它是不可能倒台的 但是民主运动又必须得做 因为它要让更多人 唤醒心中的良善 唤醒心中我们应该过的生活 这个时候红二红三 军二军三再站出来带领着 下面的散沙 这个时候才有用 当然啦 相信长期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会说 他们反的只是肾上 不是反这个党 你反肾上没有用 因为肾上下来之后 下一个肾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来 因为这个体制造就了肾上 而不是肾上造就了这个体制 这个体制 它是一个循环的周期 在这个时间段 因为前面中国历经了 很多的所谓改革开放 红利已经吃了很多 人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高 所以必须走到车 只是说这个人刚好是肾上 他走得比较急 今天即便是李强或是李克强上来 不好意思 也是走到车 因为这个是这个周期 上位者必须做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好啦 起码他们现在一步一步来做 一步一步的去认知 是这个党有问题 一步一步来啦 我只能这样说 台湾人也不要太去苛责他们 胆小懦弱不怕事 虽然台湾人会去抗议自家政府 说他们买不起房啊 怎么样啊 台湾经济民不聊生啊 而虽然日本的观光局数据也指出 今年台湾人来日本 是第二名略输韩国 但消费力却是第一名 三个月啊 花了384亿元的消费 在日本这个国家身上 其他欧美国家 同比2019年 特色管理前哦 消费力还减少了4.9% 但台湾的消费额啊 增加了23% 台湾民不聊生了哦 还能在海外大手大脚的花钱 对吧 台湾的通膨在世界比例来说 已经非常低了 但是台湾人还是觉得自己民不聊生 即便如此 台湾人还是会去抗议政府 因为大家看不到世界的格局 即便中国现在失业率高涨通缩 但中国人却不能去抗议自家政府 但假使这次成都的运动会 真的有一小规模的人出来抗议 那这确实也是个好迹象 我们可以好好观察 这个活动会不会举办的越来越多 很希望我这次的判断是错的 希望大家可以站出来表达诉求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角 下次见啦 拜拜